为了能见丈母娘 我使劲赚钱 主动接下接绿的发荒单 带着摄像记录仪 我奋力一踹 哪知见面我两眼一抹黑 两个都是熟人 于有哭着说他被骗 兄弟慌不择路逃跑 只留下我和雇主面面相去 绿哥 你好 请多多指教 你好 绿姐 别来无恙 谈了一年的女友柳如烟 约今年春节让我去见家长 我他妈都乐批了直接连轴打两份工 周哥 有大单子 接不接 接 怎么能不接 看着这两千块的酬金 我心动不已 专业桌间 全场录像 挨揍不用赔 我们自己饿 我的宗旨只拿钱 绝不麻烦雇主 小哥 你记住了 到时候你只要踹开门 其他的我来 我看着眼前打扮得时髦 身材较好的单主心里想 到底是哪个小子那么没眼光 那么好的女朋友不放在家里宠 竟然偷吃起外面的野花 心里摇着头 我表面笑嘻嘻答应 单主找到我的原因很简单 最近我已经为两名女性 解决了绿帽困扰 在这行业已经小有名气 毕竟像我这种 不需要后续赔偿的傻大哥 已经很少了 再说了 能为别人排油解难 这件事就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按雇主说 他男朋友最近总是对着手机傻笑 不出意外的意外 那肯定是谈恋爱了 因为这个男朋友 他和父母吵翻了天 还给恋爱脑上头 给他花了不少的钱 一期之下 他在男友的手机里 秘密地分享相互的ID定位 这不 他今天说要到外地出差的男友 偷偷摸摸的来到一个居民楼 这一停留 就是停留好几个小时 期间单主打过电话 男友都以开会为由挂断他的电话 凭借着出色的第六感 他下单了 单主 其实你大可以说分手 为什么还要追过来呢 我问 那王八蛋还欠了我好几十万 手里还有我送的上百万的礼物 我要让他全部都还回来 单主哼了一声 踩下油门 发动机的轰鸣引来不少瞩目 我嗑了两声 不忍心在他伤口上撒烟 坐上单主的法拉利 吹着呼啸而过的风 我们兜兜转转来到了一个破旧的居民楼 望着眼前不知道有多少楼林的居民楼 我皱了皱眉 你男朋友的眼光似乎不太好 你条件多好啊 怎么就来了个这样的地方 我不有感慨 雇主冷笑一声 男人嘛 就是见得慌 放着好的不要非得吃一些青菜白粥 我摸着心口 突然感觉一阵刺痛 也不知怎么地 我感觉单主看向我的眼神都带上了不善 真是祸从口出 娘的 我就不应该多嘴 轻轻地点了自己嘴巴两下 稍稍做自我惩罚 我便跟上她的脚步 居民楼不高 我们走着不踢 单主一路看着手机 最终我们的脚步停在五楼一扇门外 垃圾就在里面 单主指着门 淡定地收起手机 反手从侧包拿出单反相机 小哥 踹门吧 赔偿我全权负责 得了单主的保证 我屁颠屁颠戴上绿头盔 呼出一口浊气 拿出我的家伙 倒过一阵子 再接着大脚一踹 说尖了 屋内一声尖叫 一声怒吼 我们四人四目相对 手里的家伙顺势一调 发出霹雳哐当的响声 我日思夜想的女友 此时正围着床单 满脸惊恐地看着我 而和我称兄道弟的兄弟 和条冰棍一样 拎着菜刀指着我 你说你要考编复习 让我一个星期都不要联系你 柳如烟 这就是你的理由 还有你 你他妈个混蛋 都说朋友气不可气 你倒好 跑到我头上撒尿来了 我他妈气得手抖 喉咙也忍不住屋叶 咔嚓咔嚓好几声响 两人顾不得反驳我 又是五上又是五下 赵明 我告诉你这件事没完 你欠我的那些钱 我献你三天之内就还给我 还有我给你买的所有礼物 全部都打包还给我 至于我们两人约会的清单 我已经列好 已经发送到你的手机上面 请全部以A的方式还我 单主有理有据 把他所有的诉求 都讲得明明白白 赵明从一开始的愤怒 变得惶恐 扑通一下直接跪倒在地 月月 求你 求你不要那么残忍 这一次我不过就是被迷了心 才会犯下这种大错 我和你保证再也不犯 你就原谅我这一次 单主周月甩给他一个大耳光 对着他那张脸连配了三声 我和你说 你们两个的照片 我一定会好好珍藏的 绝不会私自散播 柳如烟哭得大声 抱住了我的腰 自自指责 他告诉我 他是被迫的 是赵明勾引的他 他在家待得好好的 是赵明上了他的家 我一把推开他 反问道 柳如烟 你是不是当我傻子 上你家 你们两个上着上着 就上到了床上 再说了 这里压根也不是他家 这里百分之百 就是两人暗赌陈仓的地点 要不是接了这个单子 我压根不知道 我被瞒到什么时候 柳如烟无脸痛哭 可我却半点心疼都不存在 除了我 还有谁能当这么大的怨重 他说要考编 我就把我所有赚的钱 全部都打到他的卡里 生怕他饿了 渴了 钱不够了 我他妈捧在手心怕融了 放在嘴里怕话了 可他呢 一口一口的喊着别人哥哥 柳如烟 把我的钱还我 柳如烟脸色一变 隐隐地看了一眼赵明 看到这一出 我哪里还忍得下去 对着赵明就是一顿毒打 对 打他大腿 打他肚子 赵岳边加油边给我指导 放心 医药废我出 这一下 我打得更起劲了 只要不伤害我的钱包 说什么都好 一拳一拳递下去 我的怒气消散不少 别打了 再打下去 小明就要死了 柳如烟拦在我面前 护到赵明的身上 这位小姐 首先我不管你是谁 但是对于你私自拍摄 我们照片这是违反的 我一定会追究你的责任 至于你 我们两个又没结婚 不过谈恋爱 都是你自愿为我花费的 我是一毛都不会赔给你的 柳如烟嘴里一正词言 句句都没有悔改之意 说白了也就是告诉我 我们不过就是的恋爱关系 他和赵明也有权利在一起 我真他妈被气笑了 柳如烟 你 你们这对狗男女好样的 你给我等着 一点道德底线都没有的人 我就不信能有什么好处戏 恶心 实在是恶心 管他们做什么 吃男怨女 锁死吧 走 本美少女请你吃和牛 周月拽着我出了门 只是下一秒 比我们更快的是 照明如火箭样的逃跑 还有屋内嚎啕大哭 绿帽哥 你好 多多指教 我勉强地勾起嘴角 握住他伸出的手 你好 绿帽姐 别来无恙 盯着我脸 周月扑斥一声 笑了出来 像你这么纯情的男人少了 要不要和我谈个恋爱试试 你的钱我会帮你拿回来的 被周月送回家门口时 我整个人还处在 淤乎乎的状态下 和牛吃了 周月的保证我也得到了 许周 明天来我律所 这官司我帮你赢得漂漂亮亮 周月的话粒粒在耳 我颓废地靠在沙发上 瞥了一眼我和柳如烟的合照 抽出相片 我正准备一分为二 却发现背后 有一句军秀的笔记 钱包哥 真恶心 这一有所指的话 简直就像一把利剑一样 深深地扎到我心里 钱包哥 谈了那么久的恋爱 我就只若得钱包哥的称号 好好好 我正想要用什么办法 从柳如烟手里 挖出我对他这些年的付出 不停响起的提示音 打断了我的思绪 你快看看朋友圈 我了个天 你到底发生了什么 兄弟别闹 有事好好说 进橘子可就不好玩了 好兄弟的这些提醒 看到我一头雾水 懵懂间我打开朋友圈 这不看不要紧 一看我便知道了 什么叫倒打一耙 柳如烟发了一小篇幅 作文哭诉 里面洋洋洒洒写满了 对我的埋怨 例如我工作忙 根本不陪他 每一次总是用礼物来搪塞 更为好笑的是 他把今天的事情 完全颠倒 文字里明指暗指 都在指责 我攀上富家女出轨 被发现 反倒将他毒打了一顿 而下面配图的 就是他亲子的手腕 还有他哭泣的自拍 下面有不少 我们共同的好友 也就是活跌们 为他出气 为他出主意 让他报警 要不说是活跌呢 奶茶火锅吃了一遍又一遍 才将将他们嘴里活过来 他的回复尤为无辜 句句都是受害者的角色 你们别说了 我从来都不怪他 这都是我自己选的路 跪着我也要走完 谢谢姐妹们的关心 和一切安好 暂时不打算报警 我一边看一边摇头 回复道 你要不报警 我报警了 但也就是两秒钟的时间不到 我的留言就被删掉 转而是他的私信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不过就是犯了 女人都会犯的错误 我只是让你提前 体会一次痛苦 以后我就不会再犯了 给相互一些体面 我不拆穿你 你也别拆穿我 看着这甜不知识的话 我皱紧眉头 还钱 否则法院见 下一秒 柳如烟发给我一个详细的清单 里面详细划分 他给我买的每一样东西 上到外套 下到袜子 就连我们出去吃的饭 也在这清单之中 清单的最后归了个总数字 1080 也正是由于这份清单 我才知道 我又为珍惜的牌子外套 他妈是他从屏息 买的80块的伪劣品 他还告诉我 这是他花了好几千块 把零花钱省吃 简用省下来 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我这是真真正正地气笑 看着被我板正挂在衣柜的衣服 我反手甩到地上跺了几脚 我还得感谢他 要不是因为这份清单 我连衣服真正的价值都不知道 他可真有良心啊 账号你知道 限你24小时之内还给我 否则上诉 上诉吧 回他三个字后 我直接退出对话框 狗狗搜索我爬到床底下 掏出我的铁盒子 盯着密密麻麻的申请书 我笑了 事情还没完呢 还好老子留了一手 一夜好梦 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 还不等我打开 闯进来的人群吓得我一机灵 许周 你没事 太好了 你昨晚没接我电话 吓死我了 下意识的接住 撞进我怀里的柳如烟 我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许周是吧 我们现在怀疑 你故意伤人 请你跟我们回居里调查 昨天和他说完话 不想再看到他的狡辩 我直接就关机 怎么这一觉睡醒天都变了 对不起 是我闺蜜他们太担心 所以报警了 柳如烟嘴上说着抱歉 可我丝毫没从他眼里看出内疚 满满的幸灾乐祸 全是他对于我的嘲笑 真是不明白了 你们现在年轻人都在搞些什么 你女朋友对你这么好 那么担心你 你居然还要对他动手 真不是男人干的事情 随心而来的警察 对着我也是一顿奚落 就这样我平生第一次进局子 就是因为眼前对着警察 嘘寒问暖的女人 警察哥哥 我们两个已经和平分手了 请你们一定不要为难他 他也不是故意打我的 我低头看着自己还穿着平脚裤 踩着人自托的装扮 气不打一出来 这他妈的好歹让我打扮一下 第一次去局子 不得打扮的光鲜亮丽的 要不别人还真以为 我犯了什么事进来 警察同志 你们调查清楚了吗 就请我到局里 我边说边看了一眼柳如烟 他明明知道我有证据在手 为何还纵容那些活跌任意妄为 这个我想不明白的话题 到警局立马有警察为我解议 也正是因为警察质疑这件事情的真实性 所以才会找到我们两个当事人 而真正报警的人 就是那群活跌之一 在我拿出证据时 柳如烟的脸比吃了屎还难看 不过倒也不怪他 能在警察质疑的眼神中 厚着脸皮继续呆着算他厉害 你不是答应了我要把这些视频删掉吗 我摇了摇头 只觉得他可笑 这些我从来没有答应过的事情 我怎么承诺 再说了 这不过就是我一不小心才记录下来的 兄弟 辛苦了 世界之大别在一棵树上吊死 有任何情况欢迎你来找我们帮忙 留个电话吧 我觉得你这人挺不错的 我可以介绍我妹给你 我牵强一笑 婉拒了 最近这段时间我都不想再碰任何的女人了 太他妈伤我 至于他们对我的污蔑 我是否可以提起对他们进行起诉 据我所知 报夹警可不是一件小事 那些活跌要是没有柳如烟的推波助澜 也一定不会做出那么冲动的事情 毕竟他们军事团极其容易受到情绪的波动 柳如烟又是一个积极喜欢煽动别人情绪 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女人 对于他们这件事情 我们会对他们进行口头训诫 每个人都要写毁过书 暂且听到了我满意的回答 我万分感谢 警察先生 我还想询问一件事情 如果有本人亲手申请贷款 并且所有的资金流向 都有本人使用 是否需要承担还款 警察先生思考了半秒 给了我肯定的回答 柳如烟似乎也嗅到了不寻常 扯着我的袖子一直追问 哪壶不开提哪壶 你到底想做什么 我告诉你 我们好聚好散 别想用道德绑架我 那些钱我早就已经花光了 而且是你自愿赠予的 我并不需要偿还 一把甩开它 我顶着四脚裤 我大摇大摆走出橘子 但不成想 越是不想来 越是被碰见 迎面看到的便是周月 我没想到你的暗号还挺别致的 望着他嘴角强烈忍住的笑意 我一时间不知道是五上面还是五下面 你 你怎么在这里 来找我歌颂 话还没说完 被我熟悉的声音打断 哎呀 你来得真好 这不 刚刚说要给我介绍的警察恰好周月的哥哥 这神奇的巧合 再一次让我见识到 这世界是有多么的小 我就知道你们勾搭在一起了 还敢倒打一耙 我绝对不会原谅你的 柳如烟抛下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狠狠地瞪我们两人一眼 甩袖而去 此时此刻我只想撒泡尿照照自己 我当时到底是怎么瞎了眼 才会像这样一个蛮横无理的人捧在手心 嗯 一定是喝水少 尿太少 照不清自己 一场乌龙过后 我开始着手整理信用卡申请书 之前因为家里闹拆迁的事 我的身份证一直不在身边 他催钱催得紧 所以我也是在征求柳如烟的同意下 采用他的身份证 跑三个银行为办理了三张信用卡 我每个月工作所有的钱 都要填补这三张信用卡的窟窿 最后只剩下500块钱 作为我的生活资金才得以存货 这不在前一段时间 柳如烟还催着我去办第四张信用卡 只因为他说钱不够花 可每张卡的额度足足有五万之多 把资料整理好 我游了个超快的快递送到他家 他娘的 老子不伺候了 爱谁还谁还 还好阴差阳错之下 老天爷给了我一次机会 这一次我绝对要抓住 至于那些视频 我是绝对不能散播的 否则真的进了橘子谁来捞我 只是如果我手机丢了 那么也没人说些什么了吧 我把父母家人的电话号码全部删掉 只留下那一些共同的好友 还有留在相册里绝对显眼的视频 做好这一切以后 我尽管放心的找一个混子最多的街道 一不小心就这样把手机一落 有些事情不一定需要我做 大有别人替我能做到 办完这些事 我直接回到乡下看望父母 顺带签了个字 父母追问我女友的夏洛 都被我一句他跑了搪塞过去 翻田下种子 我把家里能干的活儿统统干了个遍 这一通运作下来 神清气爽 父母也开始为我张罗相亲对象 也不知道是冤家路窄 还是搭错了的红线 在我不耐烦答应相亲见的第一个对象 又是周月 我们坐在乡下的奶茶店门口 大眼瞪小眼 她交好身姿和那格格不入的跑车 在乡下格外惹眼 我妈说 她有一个年轻时特别要好的姐妹 生了个儿子 她们早就订好了娃娃亲 连校说她不嫌弃喝下一口奶茶 对比她坦然 而我却骚红了脸 这到底是什么缘分啊 再说了 我妈什么时候有姐妹是如此的富贵人家 自知高攀不起 在周月说要帮助我的时候 我也就没当一回事 周月你别当真 我们应付一下就算了 那我要是当真了怎么办 她的回答给我整不会了 也不知道是鬼迷了还是心窍了 稀里糊涂间我又坐上她的跑车 带着她回了我家 见到周月的到来 我妈笑的眼睛都变成弯悦 续寒问暖了一番之后 把她珍藏的大金镯子 一下子就套到周月的手外上 周月虽不知 可我是知道 这大金镯子是我奶奶给她的 她是若珍宝藏得严严实实 现在戴在了周月的手上 我妈的意思不言而喻 月月啊 这是我婆婆传给我的 现在我给你了以后 我就把你当成亲女儿一样的对待 我就知道小敏的女儿不会差 明天怎么样 明天我们双方就见面 把你们的事情定一下 周月娇羞地抱着我妈的手臂 一口一口的阿姨 把我妈红得找不着到 那我完全就像空气一样 两个都不把我当个人 现在到底有没有人 能问一下我的意见 很显然一点都没有 就在他们两人的对话下 突然间就达成了某一种 让我都无法反抗的协议 我她妈要结婚了 作为新郎的我 根本没被征求意见 在我丢失手机的第三天 灯顶的热搜 伴随着连黄call 打破了我久违的宁静 周周 你看到热搜了吗 赖在我家三天 没动弹的周月推了推我 兴奋地举着手让我看 经过三天的了解 我彻底明白 周月其实是一个脾气 很好的女生 在我家这种 极度苛刻的环境下 她十分适应地居住下来 不仅半句埋怨都没有 我家的环境 也因为她的细心 一点一点地温暖起来 比如一束鲜花 更或者那老旧的桌子上 铺上一番蕾丝桌布 还有那一些陈旧的电器 也在她的桩点下 一个一个地缓 尽管我爸妈都劝她家里快搬走 这些电器太浪费 可周月总是一句话 生活是自己的 将老梁口哄得服服贴贴 我在我妈的口里 也把他们家的情况 了解了个七七八八 我们家之间 确实是有点约缘的 我对周月的看法 也发生改变 周周你看到了吗 这明明是我们那天拍摄的视频 怎么会被爆出来 还被冠上了欺诈的罪名 像是想到了什么 周月先是无嘴 再接着眼含泪水地握住我的手 周周 你别怕 哪怕你进去了 我也会等你的 我皱着眉头 我手机掉了 视频的备份在里面 估计是被有心人捡到了 这不我的话音刚落下 警察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严厉地让我过去协助调查 这一切没太偏离我的计划 只不过捡到我手机的人 比我想的心眼多得多 不止曝光了视频 还看了柳如烟和赵明一笔 这不 两人气不过报了警 那他们两个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阴险 觉得是我同流合污 故意泄露的视频 有因必有果 但我半天也不兴趣 哪怕我心里乐开了花 但也只能不动声色地 保持平静硬而生好 时隔一个小时以后 我和父母告别 和周月一起来到了警局 我不想让他掺和这些破烂事情 可他非得跟着一起过来 周月你先回去吧 周月一脸坚定 我才不回去 我就是想看 到底是哪个人长了眼 把这视频曝光出去 我要给他送面锦旗 见他祸从口出 我一把捂住他的嘴 别胡说 跟我进去没问题 但从现在开始 你不能再说话 周月点点头 踏入警局的一瞬间 一道尖叫声瞬间袭来 许周这个乌龟王八蛋 一定是你 因为我不跟你在一起 就想毁了我是吧 你这个贱男人 肯定是你故意把视频泄露出去的 想害我身败名裂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他的歇斯底里和旁边淡定的赵明 形成明显的对比 倒是在见到周月那一刻 他心虚低下头 赵明 法院的传票收到了吧 我告诉你 我们的借贷关系成立 并且会有聊天记录作为证据 你就算是想赖也赖不掉 要是不把我的钱还赖 你就等着做一辈子的老赖吧 说好了不张嘴的周月 对着赵明一顿输出 我就知道你们两个不是什么好东西 其实背着我们搞 早就搞在一起了吧 竟然还反咬我一口 真不是东西 柳如烟那手指就指着我的鼻尖 对我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 推开他的手 举起手巴掌差点就要落下 却被一旁的周月拦下 别着了他的刀 柳如烟却依旧不依不饶地叫嚷着 打我啊 快打我 够了 在这里大喊大叫成什么样子 这里是警局 不是你家 警员看不下去 一眼神向我失忆 进了小屋 警察问我情况 我也如实告知 知道他问我手机的事 我才告知手机被我无意丢失 至于之后的事情 就更加与我无关了 完全是另外一人的手笔 在一番调查之下 警察终于相信了 我和散播视频的人毫无关系 警察同志 如果我前女友继续对我进行诽谤 我是否可以报警 哪怕我进来了 门外的他对我的咒骂还在继续 那种不依不饶地丑恶嘴脸 让我才彻底意识到 以前的他彻底隐瞒了真面目 我们建议你走司法程序 如果有证据的话 可以对他进行起诉 警院给了我一个爱慕能助的眼神 啊 响彻天际警察局的尖叫声 彻底引起了慌乱 许周 你到底做了什么 啊 为什么银行的催款信息 全部到我这里来了 红了眼的柳如烟 不顾其他人的阻拦 冲上来对我拳打脚踢 而我自然也不能吃亏 冲着他痛感十足的 好几个地方挥了几拳 打人了 打人了 快来人啊 不等他喊来人 我主动先退开 主动主张 他先动了手 我申请验伤 柳如烟自然是不肯 可谁先动手 主责任就在谁 所有在场的人 看得一清二楚 人证物证都在 他没得抵赖 我借着这个油头 又是头疼又是心疼 索性做了个全身检查 拳套下来 差不多一个打不溜 全程陪同我的周月 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他悄悄凑到我耳边问 周周 你是不是故意的 我既没点头也没摇头 只是笑了笑 警察问我是否同意谅解 我当然谅解 从柳如烟钱包里 挖出这一万块 比挖他的心还难受 他对我守财的程度 我是很清楚的 别说我们谈恋爱那么久 他送我最多的东西 就是十块钱五双的夜市袜子 只有放他回去 让那三个银行 对他持续的追债 才能解我心头之恨 两个月的钱贷 他花得一干二净 玩起来 自然也就没有那么的容易 但这些都不是 我要考虑的事情了 周周 你做得好 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我查了银行流水 赵明也没少在他身上花钱 说着说着周月生起气 笨蛋周周 给他花了那么多钱 你个笨蛋 他白了我一眼 踩着高跟鞋扬长而去 望着耍小杏子的背影 我笑了笑追出去 把事情跟他解释了一番 周月先是惊讶 接着再是大小抱着我 转了好几圈 你真的太棒了 以后我们家的钱 全部都归你管 还不等我有所反应 周月在我脸上落下一吻后 像只蝴蝶般飞走 一记尾气划过 我还留在原地发愣 嗯 这是什么天上掉馅饼吗 我摸了摸 还带有余温的脸 勾起嘴角 好像 这感觉还不错 等我处理完事情回家 远远就看到 蹲在角落四处张望的身影 下意识的 我想转身就走 许周 我们和好吧 我错了 听着她的话 我心里直犯恶心 那周月是个变态 拿着自己富二代的身份 只会对你指手画脚 我以后都听你的好不好 什么都听你的 只要你和我和好 做什么我都愿意 明天把钱还上 我们就和好 我笑着甩开她手 直接越过她 我真的不明白 柳如烟到底哪里来的脸面 刚刚才和我发生了纠葛 现在转头又向我失落 据我对她的了解 无疑就是两个可能 第一 想让我替她继续还贷 第二 也就是想让确定 我是否真的不追究她的责任 当柳如烟听到 我说要她还钱的那一刻 她的脸比锅底还要黑 许周 别闹了 你虽然拿的是我的身份证 可借贷的人是你 钱打到的是你的卡上 使用的也是你 怎么借贷的人就是我们呢 我的反问让她哑口无言 别说这些让人不开心的事情了 你忘了吗 我们都快要见家长了 就因为这点小事就分开 你不觉得遗憾吗 我和我妈说了 后天我就带你去见她 我们好好在一起 不要闹了好吗 柳如烟嘟着嘴 抱着我的胳膊使劲的摇晃 平时我接受不了 她这副撒娇的模样 可现在我却觉得万分厌恶 柳如烟 你真他妈不要脸 我之前是因为喜欢你 可我不是傻 你该不会以为我戴帽子戴上瘾 铁证如山的场面 都已经让我坐实 她现在舔着脸求复合的居心 可以说是显而易见 唯一的良心只能告诉我 之前给她赠送所有贵重的礼物 我都不会再要回来 把我送你东西还给我 柳如烟脸又黑又红 我瞪大了眼 属实没想到她能说出这番话 但我的行动比我脑子来得还要快 直接开锁进门 抽出衣柜里 那两袋子还没用过的粗糙袜子 甩到她的脸上 还多亏了你送那么多袜子 我一双都没舍得穿 拿走送给你以后的男人吧 喷的一声 我关上门 许周 你个王八蛋 分手就分手 以后别来求我 不就是一些钱吗 我自己还就可以 谁稀罕你那些臭钱 给老娘滚 我开了的门缝说了声 好走不送 柳如烟气得一跺脚尖叫一声 发了好一痛的脾气才离开 当即 我就将自己的伤势和伤情鉴定书 直接公布到朋友圈 配文被狗咬了 我完全没有遮盖 也就隐瞒了一群活跌的围攻 私信直接轰炸我 你真不是个男人 竟然和如烟计较 以后我们见你一次 打你一次 绝不会放过你 我橘子里有人 绝对不会让这件事不了了之的 你给我等着 对于他们的咒骂 我倒也是不看在眼里 只是把这些证据一一保留 全部交给律师 诽谤落不上 但是让他们能得到一些教育也是好的 原本已经尘埃落定的事情 在他们的缴获之下 第二天我又接到了橘子的协查通知 可这一次不同 这边是要调查 关于公然诽谤警方的事 而我作为三好的热情市民 当然竭尽全力的帮助办案 全部到案的活跌们 那眼神就像要把我生存活泼 我含着嘴里的棒棒糖 将他们的恶行一点一点的揭露 心里那叫一个畅快 至于柳如烟则是当起了缩头乌龟 不仅没出现 还直言和他们是普通朋友的关系 生怕再惹上一身骚 他们彻底闹掰 活跌们和我道歉 警察教育一番以后将他们放了回去 走出警局后 我觉得前途一片光明 柳如烟因还不起借贷 被列为老赖 追款的电话闹到了导员那里 毕业之事也受到影响 就连考研的事情也不了了之 而赵明因为柳如烟事的影响丢了工作 一气之下 他用偷偷拍摄的小视频 威胁柳如烟给钱 受了委屈的柳如烟自然是不肯 两人扭打在一起 又闹到警局 柳如烟不同意和解 赵明被送进铁窗中 他也因此失去了名声 那小视频不仅被传得沸沸扬扬 两人也算彻底在我们当地出了名 没有了水质缠身 我回归本职程序员工作 安静地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 老家的拆迁事宜确定下来 我们也从小康家庭积身小腹 原本不想再轻易尝试感情的我拒绝了周月 可他又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 追男招数 鲜花奶茶不间断 我在他的战术下 也成了公司的名人 每个人都知道有个美女在追求我 人人都劝我早点招了 可我都是笑笑不说话 这天 我刚出公司门 眩红的跑车下以着周月 他取下墨镜朝着我吹了个口哨 帅哥 要不要和我谈个恋爱啊 我养你 我背着手缓缓地向他走近 反手拿出早就已经准备好的玫瑰 美女 谈个恋爱吗 任劳任怨无怨无悔的那种 像是 我们笑得开怀 全文完